昨天下午A股尾盘大幅跳水 创业盘狂跌2点8一个点 看着这个跌幅 我一觉醒来 我这个真是笑哈哈 这个事情不仅说明 我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学家 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光会讲理论的经济学家 同时是一个会炒股的股民 这样的既有理论又有实操的人 这个社会上不多吧 大家看到我看过我的视频的人应该知道 当然我上一个视频 只被传越了300次就被屏蔽了 是因为我把这个 就是这周A股会下跌的原因 说得很清楚了 大家可以去翻看我周五的视频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多说还是会被屏蔽的 这个视频还是会被屏蔽的 那么这个坊间有传言说 是因为中心怒闸了十亿空单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对的 中心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机构 中心代表的是机构 说明机构硬杠国家队了 上一个视频里我就说 国家队为了去保汇率 它开始出逃了 那你不能把这个机构 吊在那里挂在那里 机构也得跑 是吧 这机构也是有国资背景的 是吧 机构也是为了保护股民的这个利益 他跑也不是为了他自己 是为了保护股民的利益 机民的利益 是吧 所以呢 既然你国家队可以跑 那我机构当然可以跑了 是吧 这你谁也拦不住了 是吧 谁怕谁啊 互怕互啊 是吧 那么 这个就导致了 这个今天的这个 尾盘的这个大幅跳水啊 中心一跑 所有的机构都跟着跑了 你谁也拦不住了啊 是吧 你凭啥拦我啊 你自己都跑了 是吧 你有本事不跑 你看 你不跑的时候 我们都护着你呢 是吧 既然你跑了啊 你也不够意思跑了 啊 那我们也 大家一起跑吧 啊 最后就造成了 这个今天这种局面啊 当然了 如果你明天不出来 一些 啊 安抚这些机构的这个行动啊 那这个机构还得跑 是吧 但是你现在问题是 你这个钱啊 要去保汇率 所以说 你也没有办法 你看看到底有什么办法 啊 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啊 我还没办法啊 我还没办法啊 我还没办法啊